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实是不一样的 那以SIPA来讲 香港跟大陆的关系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是主从的关系 ECFA是两岸对等的一个关系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第十一条 签ECFA之后 我们成立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把这个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 跟CEFA里面的指导委员会来类比 就是完全完全是不一样 跟刚刚本期所提到的 那么指导委员会在CEFA以下成立 这个指导委员会 它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 但是我们所谓的经济合作委员会 它是两岸对等的关系 所以它完全不一样 不能类比的 那么我们民进党同仁也一再地提到 台湾跟大陆签ECFA之后 如果参照香港的情况 他们贫富差距扩大 但是这也是在误导民众 在香港2003年签CEFA之前 其实2000年他们的贫富差距就超过17倍 就超过17倍 虽然现在是17.88 但是在2003年 CEFA签订之前一年 他们的贫富差距跟现在也是差不多 所以签CEFA跟香港的贫富差距是无关的 也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不能说台湾跟大陆签ECFA 我们会贫富差距扩大 那么我想这个是需要来证明的 那么我们就以两岸经济合作委员会来讲 其实其他各个国家签订FTA的时候 他们也有成立类似像这样的委员会 我在这里举例来讲 像美国跟澳洲签FTA 他们有成立经济合作委员会 新加坡跟美国签FTA 同样是有经济合作委员会 新加坡跟日本所谓签订经济伙伴的协定 同样也有类似这样的委员会 所以成立这样的委员会 是有助于两岸之间 是有此理论的